像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有時候你可能沒有注意到 結果錄下來之後太小聲 像我們昨天錄的 在這裡 您可以從上面這邊看一下 當我影片這個影片進來了 那還是建議老師先做一件事情 做哪一個事情 因為進來之後 它的長度如果比較長 我是不是先用這裡時間走一個放大鏡 對不對 我先把它縮到可視範圍裡面 這樣子 我可以比較清楚的看到兩個東西 第一個 它整個影片的長度是不是就 壓縮在這裡了 對不對 第二個 有沒有看到整體的音量可以表現出來 那如果我覺得這個音量不夠大聲 你可以把它變大聲一點 在這邊 點到它了 然後呢 你看這邊 有沒有 點到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喇叭 你把它按下去 這裡是不是就有音量 那這個音量呢 你就可以做調整 所以 我把它調整一下 好 調完了 請在旁邊空白的地方 按一下就好了 它沒有一個確定 就按一下旁邊 有沒有聲音就變大聲了 當然老師還是要留意一下 拍得我就出好瞬喔 哈哈哈哈 拍得那個 雜音很大聲的 你這樣放大雜音 你這樣會變大聲 哈哈 所以 你是在音質還可以接受的狀態下 你可以放大 好 真的音質太差了 很抱歉 你放大沒有用 請找別的方法 好 所以這個 像這樣 我們可以把聲音 變大聲一點 那 你就可以先play 聽一下 那記得 我們預設 進到每一個投影片 它那個 有一個播放的時間軸 是沒有跑出來 所以我們昨天有提到 如果你要把那個時間軸 跑出來 就是在這個 有沒有 時間軸刻度上面 任一個地方 按一下 按一下 有沒有那個刻度就跑出來了 就是 時間軸 所以這個時候你可以預覽 聽看看 看看說這樣的聲音 天氣好 大家輸回去 今天果然比昨天天氣更好 所以這個老師預測有準 所以像這樣子 就OK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 就是說 你要點到它 你沒有點到它 你看 我如果點到別的地方 有沒有發現 喇叭不能按 因為我們裡面可以放 兩段影片 三段影片都可以 對吧 所以你可以這樣放進來 把它點到了就可以調整 那如果老師覺得 那如果老師覺得 這些老師公料 這個 中間的過程 你昨天還記不記得 有沒有 有看一下我們家女兒的那個 縮時攝影 對不對 如果你要快一點怎麼辦 在這邊 你剛剛看到的 是不是 喇叭 是不是這個喇叭 你看它旁邊有沒有一個人 一個人 有沒有 一樣你要點到那個 點到這段影片 按下去 欸 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回放速度 預設是200% 就是兩倍 所以相對的 我今天 老師這段影片 只有十秒鐘 變兩倍之後 是不是只剩五秒鐘 所以我們可以試看看 有沒有我後面變五秒鐘 那你可以BUTAY一下 夜光很快 欸 所以老師發現一件什麼事情 當速度變快的時候 聲音會怎麼樣 壓 像糖老鴨對不對 因為音調會變高 那相反的 如果變慢動作呢 我告訴你 我們以前有一個 叫做動物方程式 開車很快 開那一台 那一支叫什麼 哈哈哈哈 速蘭嘛 對不對 什麼東西都慢 就是開車快 所以就像這樣 那當然 如果說你真的要讓它 速度變快 或速度變慢的時候 聲音不改變 可以 但是 不是在這軟體裡面完成 你要去其他的 專門編輯聲音的軟體 才有辦法做這一塊 所以 它內建的 就是我們標準的 反正你 影片變快 聲音就會跟著變快 OK 這個是 老師可以做參考的 那我剛剛都是 直接點到 我們整段影片 對不對 不管是調音量 或調速度 剛剛老師提到一個 好點子 如果聲音 會聽起來怪怪的 可不可以把聲音靜音 可以 在哪八家 有沒有看到一個靜音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用一個東西了 你看我們在看綜音節目也好 他重新走出的過程 你要花很久的時間 所以他會想快轉 第二個靜音之後 再怎麼樣 播個音樂 這裡可不可以放音樂 可以啊 所以我們 像老師錄是教學影片 如果是錄在我的部落格上面的 有一些 我就會把 我在講解的過程裡面 再放一個背景音樂 因為這樣子 同學不想聽的時候 至少可以聽音樂 但是你那個音量 你要控制一下 還有最重要的是版權 老師 千萬不要以身處罰 所以你要 版權比較OK的 去哪裡找 最簡單的 就找YouTuber YouTuber上面 就有免費的音樂可以拿來用 這個部分 待會兒我們再 再來跟大家做說明 好了 那我回頭過來 就是我剛剛提到就是 在這邊 你看我是剛剛靜音的 有沒有這樣 就全部這條線就沒了 對不對 那麼 我們在這裡的話呢 我先把它恢復一下 如果你要復原 就點那個三角形 有沒有一個復原 它最原始的 所以反正 我們現在都數位化啦 所以你的編輯 基本上 不會說做了就不能再改 還可以有機會回來 就是按這個三角形 有沒有一個恢復 有看到齁 所以如果你調整過了 不滿意 反正就復原 那 我剛剛提到就是說 我們剛剛這樣做 有沒有都是針對整段的 請問我可不可以針對局部的 比如說我只有錄影的過程 只有中間一段 可能比較冗長 那我就讓它快轉 或者中間一段 我覺得這個地方 其實同學是不需要聽到聲音的 只要看到影片就好 可以喔 所以呢 我們那個指標拿出來 有沒有 指標拿出來 我把 比如說中間這一段好了 我覺得 嗯 老師這一段我先把它 怎麼樣 靜音一下 所以我把它拉出來之後 一個範圍 我現在就來這邊 調整音量 我先調誇張一點 讓你看的比較明顯 按下去 有沒有只有這一段受影響 所以 有些時候我們可以像這樣子就是 搭配一下 欸我這一段要快轉 我就選到這一段按下那個人 或者是我針對這一段調整音量 我就只按那個喇叭 那麼還有一個情境 還有一個情境是什麼 還有一個情境是這樣子 就是 老師有沒有可能 錄的過程講錯話 講錯了 啊你要做修正 可是你 你只是中間一段 你懶得重錄 可不可以 如果操作畫面沒有錯 只是講錯話 可不可以在這裡重新錄一段 可以嘛對不對 好 那我就把 昨天那位老師的聲音 換掉一下 換成我的 補錄一下我的聲音 好假設我在這邊 來你看我把它靜音 有沒有這一段清掉了 好吧 那我們就來這裡啦 點到它 你看我們這裡 有沒有一個麥克風 麥苦麥苦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麥克風 有齁 所以我可以針對這裡再錄一段 補進去就好了 其實有時候我部落格上的影片 我會這樣做 偷懶 懶得重錄了 或者有時候那個過程 比如說我們可能是 主菜的過程 那個沒有辦法 只錄那一段 好那我就用這樣 重新把那個聲音弄掉 當然這樣其實 那個老實講 最好是在當天做完 為什麼齁 這也有跟老師分享一下 請問你 今天講話跟明天講話會不會一樣 今天的思路跟昨天的思路 是不是也不一樣 所以其實我們麥克風 這些都會受影響喔 你今天如果可以的話 我通常會建議你同一段影片 最好都是同一天完成 這樣子的那個整體性會比較有 你昨天錄一個 今天錄一個 今天心情跟昨天的心情也不一樣 發音的感覺就不一樣 真的真的 這會有差齁 好那你看我來錄一下囉 所以說 來 太慢了齁 現在反應太慢 但是老師有沒有發現多了一個塗層 有沒有多錄一個 這個跑出來了 那因為我這裡靜音了嘛 所以是不是就只剩這個聲音 這樣老師了解意思齁 所以如果說您真的就是 不小心就是 只有那一段講錯了 你覺得說 這個是絕對有需要修正的 那麼你就可以像這樣修正一下 好這個 這個 在我們Edifender來講 這個也是 很方便的一個功能 所以您可以稍微試看看齁 我們剛剛你看 第一個 如果說你點下去 沒有選範圍的話 那就是 不管是影片的速度 影片的音量 通通都是針對什麼 整段影片 如果你有選擇一個範圍 那就是針對這個範圍 來做音量跟速度的調整 再來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靜音 對不對 靜音這一塊 如果你覺得有錯誤了 沒關係 把那一段靜音 重新用這個錄一段 那因為你這樣錄一段 有個好處是什麼 萬一你還錄錯了 可是這一段 是不是可以直接delete掉就好了 反正 它每錄一個 都是一個新的圖層嘛 這樣子我們在編集上 是不是就很有彈性 好 所以這個部分 老師您可以稍微試看看 反正你現在前面都有賣股 哈哈哈哈 這是指出生 沒有現身 哈哈哈哈 OK 給大家試一下囉 對 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